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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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01體育 按鈴鐺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like 和share 還可以留下言給我們 Fantasy 其實我是第一年 今年正式認真去玩 初初就玩玩一下 但原來公司這麼認真 每個星期都有訪問 我當然不想輸 特別不想輸給阿佑 沒有理由的 盡量做好些 問多些專家 每個星期都選最佳的陣營 看多點分 這個星期 其實變動不大 但想起水晶那場 因為要搶分 因為這幾場 他們打得不太好 可能我會放 佐敦阿爺 前鋒在前面 如果沒有傷沒有病 就代替米達龍 他的走位靈活 很勤力 可以有時候 拉動空位 給沙亞的入線 這兩個球員很合 其實上一屆 入球都算是OK 就是在水晶宮陣中 第二射手 如果水晶宮要再反彈 我相信要靠佐敦阿爺 這個星期我換了一個地獎 雖然米達龍有助攻 但我選擇一個 沙特奧文尼 為何呢 這一周他大戰 對著曼城 其實食壺都要靠他 前鋒前 近過沙拿奧 但我覺得文尼的狀態慢慢起 這場球可能 入球方面 他絕對有信心 我會看好利入浦 和球贏球 這屆上季初 很多球隊 強隊都失分 都不是說 對著球 走出去 已經很有霸氣 贏球 但我覺得利入浦 是可以保持到的 我認為 如果真的 早馬直出不了 而沒有發芬 這個中間位 絕對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大家的球迷 一定要留意 正選的陣容 中前場方面我不擔心 因為利入浦 其實今年多了 迪奧古早達 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不是一定要出死 那三個戰鬥 沙拿 文尼和發明堂 中場方面 都是有了天特辰 看看艾堅達娜可否 真的可以 今年曼城最大的問題 肯定是進攻入球 沒有阿古魯 其實他們的數據 是非常之差的 那裡奧拉 都試過用阿弗蘭 杜利斯打中鋒位 我覺得一場半場有機 但如果長期 特別對著強隊方面 他們是吃虧的 沒有一個正足的中鋒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萬聖 在這個禮拜 對流的陣式 正選陣容是如何 如果大家看不合格的 既然有不合格的 誰有不合格的 會發揮 很像類似 님� suck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